今年受到反勝因現象的影響 讓各國的水災 還有旱災的規模擴大 由於這一波反勝因 預估會持續到年底 專家就警告要留意 和極端氣候造成的交互影響 巴基斯坦的蘇克爾 已經恢復晴朗的天氣 但是被豪大雨造成的積水 還沒有完全退去 位於南部的城市賽赫萬 對外交通也被積水堵住 有即將臨盆的孕婦 搭了三個多小時的船 才到達最近的醫院 總算平安生下孩子 巴基斯坦今年的季風雨季 規模比往年大 破紀錄的降雨量 加上高山冰川 溶冰行程的山洪爆發 造成全國三分之一的面積 泡在水裡 最大的淡水湖濱臨潰堤 經濟損失高達三千億臺幣 聯合國預估 有多達六百四十萬受災人口 即需要人道救援 巴基斯坦的洪災 引起氣象專家的憂心 氣候變遷大幅的影響 地球的天候 聯合國警告 造成海水表面溫度冷卻的 反勝因現象 會在不同的區域 造成不同的影響 例如雨季的雨量暴增 干激的旱災更惡化 七項專家指出反勝因現象是自然的現象 不過這一波反勝因已經持續了兩年多 預估還會持續到年底 反勝因現象連續三年發生的情況相當罕見 雖然可以暫時減緩全球氣溫上升 但是氣候變遷已經不可逆 甚至會和反勝因以及勝因現象產生交錯的影響 氣象專家提醒 地球暖化衝擊了自然現象 極端氣候帶來的災害已經無法避免 未來各國政府勢必得做好防災的準備 公視新聞章數分編譯